孙悟空将龙马吓到飞跑,将唐三藏带到山顶 唐三藏正在观赏前面有几座精致的房舍 那时孙悟空已经赶到上来 哎呀,师父,师父,怎么没跌倒了 哎呀,悟空,你这猴子的兄弟,你吓了一匹马,赚你将围尸摔下去 哎呀,师父,你不要怪我,每天都是那个猪八戒 他验一马走得慢,故事老孙叫他走快的多 那时候那个猪八戒托着一口行李满头大汗在后面追上来 走得他索大气,好像拉风箱一边吐大气一边吐大气 走得这么快,追到我索大气,行李又重,山路又扯 哎呀,你再追一下就脚骨都断了 那个唐三藏看到前面的房舍这么清雅 就对孙悟空说 徒弟啊,你看啊,前面那座庄园,不如我们借宿一晚才算 孙悟空抬头一望,哎呀,兴云笼罩,睡气遮形金光闪闪 哪里是凡间庄园,这里是神仙佛祖点化来接代的地方来的 自天机不可泄流 所以他一味诈不知就对师父说,啊,好啊,好啊,好啊 师父,那就要借宿一晚了 于是唐三藏下马,沙和尚就担着行李 朱八戒拉着马匹,孙悟空就想进去 唐三藏就叫他,徒弟啊,你我说出家之人要避忌些 不能随便进人家的,在这等下,等有人出来的时候 以礼求见,求他借宿一晚了 那朱八戒就将马绑在树脚,他自己就蹲下去透大气 唐三藏就坐在石鼓上面 孙行者,沙和尚就坐在台基两边 怎知等来等去都没人出来 孙行者就心急,跳起身就进去里面装一下 之前有一间很阔落的大客厅 客厅中间,挂着一幅寿山,幅海画 两条金七柱,贴着一对大红纸的春鸾 写着,思飘若楼平桥晚,雪点香回小远春 厅上正中间,摆着一张黑色的香岸 上面有个古铜乡老 厅上还摆着六张交椅 两边就摆着两道屏风 孙行者正在左望右望 忽然间听到门后面有脚步声 跟着走出个半老不老的妇人来 叫姓渴文 什么人? 谁这么大胆擅自走进我寡妇家 吓得孙大姓连望 小僧是东土大堂来的 凤子去西方拜佛求经 一共四个人 想在这里借宿一晚 那个妇人笑语相迎 长老,还有三位在哪里? 请进来吧 孙行者大声喊 师父,请进来 唐三藏和朱八戒沙和尚 牵马淡淡进来 那个妇人出到大厅来迎接 朱八戒用眼一勺 见到妇人家衣着整齐 虽然不思之分 但是样子很大方 他在大厅里分煮客坐落之后 又叫丫鬟来敬茶 十分有礼 喝完茶又吩咐丫鬟煮齋给他们吃 唐三藏就问 老菩萨高盛 贵地是什么地方? 那妇人又说 这里是西牛河州的地方 小妇人娘家是姓贾 夫家是姓莫的 不幸家公家婆祖去世 故事和丈夫守成祖业 有家财万冠良田千瓶 唉 之命中注定母子 只是生了三个女 前年丈夫又过了身 剩下小妇人手寡 今年才服满 对着田产家业 又没过倦族亲人 想嫁人又难写家业 唉 现在对了 长老光临又刚好 师徒四个 小妇人母女四人 想坐山招呼 不知尊意如何呢? 唐三藏一听 立即装笼扮雅 闭目凌心 不愿意搭口 那个妇人又继续说 射下有水田三百多茅 汉田三百多茅 山墙果目三百多茅 黄牛水牛千多茅 罗马成群 朱羊无数 东南西北庄苑草墙总共有六七十柱 家里售埋有八九年吃不完的米粮 十几年穿不尽的零螺 一生使用不尽的金银 你们师徒几个如果肯回心转意 来我家就自自在在享用荣华 好过牢牢滚滚滚去西天取经 我唐三藏依然痴痴呃呃呃 默默无言闭目净楚 那个妇人又说 我今年四十五岁 大女叫珍珍 今年二十岁 儿女叫爱爱 今年十八岁 儿女叫莲莲 今年十六岁 都未曾许配人家 虽然小妇人生得丑陋 幸好几个女儿还算是这样 女工斟子都无所不会 至少有教她们读书识字 所以都会吟诗作对 虽然说在山村 只亦不是几粗的 都还配得过朱伟的 长老 不如你们就留长头发 还俗算咯 在我这里 穿铃着感 美酒佳鸣 好过长年 瓦撥发齋 布衣草鞋了嘛 那个唐三藏 就不管我妇人怎么说法 她都正耕危坐 不理不睬 至那个朱八戒呢 就见到有如此富贵 这般美色就心育育了嘛 屁股好像有针隔 坐也坐不定 隔起身左行 右企东张西望 她静静走到师傅身边 拉了几下 师傅 人家的娘子跟你说这么久 那你都不理人的 你再说句子可以的嘛 唐僧一恶膏头大声喝 你便怯束你 我们出家人 怎能够富贵动心 美色留意 成何体肚啊 你 那个妇人 见到唐三藏这样 就发火来骂了嘛 哎呀 你这个潑和尚 说句子都不明白 嘴声不出 没有些礼貌 我 我不过见你 在东土来 否则我早就赶你出去 好了好了 你小个远 一世不肯还俗 那你的手下都被我找回 我就不信 你个人都好像你这么死板 唐三藏见他发火反链 就无可奈何叫了他 悟空 你的意见怎样 你留不留 我 哎呀 老孙自小的修仙练道 叫朱八戒留在那里 喂喂喂 哥哥啊 你你别乱化人啊 大家慢慢商量一下 唐三藏又说 你两个都不肯 那就叫吴正留下了 那个沙僧又摇头又摆手又摆脚 喂喂 师傅你这么说 弟子受菩萨劝化受了戒行 事后师傅多得师傅收留 现在师傅都没够两个月 都没有过半分公果 怎么敢贪徒富贵享乐 我宁死我都要去西天 我不做这些弃心之事 那个妇人见他们推辞不肯 就轻转伸进去旅屋 顺手就砍到门 师徒四个在他厅上面 你望我我望你 饭没淡食又水没滴饮 人影无果 朱八戒就心中烦躁 在这儿埋怨唐贼 师傅你真是不懂得做 这张说话说得这么死 留在后路都行 你做女婿就算了 你做女婿就算了 人家人慢慢商量 那个孙悟空就不抵得了 你真是做什么商量 慢慢商量 你自己甘愿就叫师傅 和女人做亲家 你做入门女婿就算了 你看人家人这么有钱 你肯定会有很多价装给你 那你请喝 我们也吃一餐 那你又还俗 那就两全其美 那个朱八戒 你一 你一口吓吓他 那就是 那就是 不过 那这样说话说回来 我我 那就是叫我 我脱族又还族 停妻又取妻 沙和尚就问 二哥 原来你有嫂子 你也不知道 朱八戒原来是护士藏高家村 高太公的女婿 不过被老孙 韩服了他 他无可奈何 硬硬跟我来做和尚 你看 你看 眼前有富贵的荣华 似乎又起心想还俗 喂 傻佬 算了算了 你留下做女婿 只要你多扣几个头 给老孙 我不拆穿你的东西 朱八戒就被他笑得几笑 就生气上来了 哦 哦 我看你个个都装成正人君子 哦 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心而已 不过就只拿老朱来出丑 上宴到和尚就会认识我鬼 哪个不是这样 扭扭扭扭 懒正经的装无作样 好事都被你们搞破了 你看 你现在茶水都没有淡油 无灯无火 人都说能顶得阵 难买那匹马 明天还有什么人 又要走远路 今晚饿他一晚 明天都可以了 好了 好了 你们都坐了 等老朱去放马去吧 那傻佬真是落力 急急脚 解了马疆 拉匹马出去吃草 孙悟空就心水清明 他笑眉眉对着沙和尚想说 你在这儿看着师傅 等老孙出去看他去哪儿放马 唐三藏就吩咐他 悟空 你去看看就好了 不要激笑你私底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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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只红色的唐尾 飞出前门就跟上朱八戒 那傻佬拉着匹马 油草的地方他不去 偏偏让匹马拉到后门花园那里 原来那个妇人已经带着三个女儿 在那儿聊天看菊花 一见到朱八戒来 三个女儿就飞快摘进屋 那个妇人就站在门口问 小长老 你去哪儿啊 那个傻佬就放下马姜上前走过来 娘啊 我出来放马 那个妇人就说 那你师傅 不知道怎么想呢 在我家做女婿 那不是好过她做行脚争 一天这么奔波 哦 他们是奉堂皇的旨意 不敢违背君命 所以不肯留下 刚才还笑我 说我不是专心做和尚 搞得我都不知多为难 我又怕娘 你嫌我嘴长已大 嘿嘿嘿嘿嘿嘿 我就不会 就怕小女儿有些嫌你丑怪而已 嘿 杨啊 你呀 告诉你千金听 尹丈夫呢 千万不要只看他样子 你看看唐僧 虽然生得一表人才 其实未有耐根到我老猪本事 我老猪耕千景田不用用牛 天汗能够求雨 无风的时候会呼风 起屋砌墙素地通坑渠 每样本事都有的 哎呀 你这么会做家务士的 那就好了 那你去找你师傅商量一下 如果他们不难阻 那我就招你做女婿了 嘿嘿 不用商量的 不用商量的 你以为她是我生身父母 你肯不肯存在我 那就好了 好了 让我和小女商量一下 跟着她又进去里面 关上后门 那个猪八戒呢 拉着匹马洞督 站在那里 动都不动 眼睁睁地看着里面 等候消息 怎知那个孙大圣 已经听到了 就飞回到屋 一五一十 把妇人和朱八戒说的事 都告诉师傅 听 唐三藏半信半疑 在沉淫不已 过了一会儿 朱八戒就拉着匹马回来了 唐三藏就问她 八戒 你放马回来了 没有 没有 没有草 没有地方放了 孙悟空就说 放就没有地方放 所以是拉着匹马在花园里站 那个傻佬知道 酒楼消息 就摔下头 另一面 嘴唇 咒在眉头 嘴唇不出 跟着 咦 一声 后门开了 一个丫鬟 拿着两盏红灯笼 另一个丫鬟捧着香炉 走在前面 那个妇人 带着三个女儿 珍珍爱爱连连 一起出来拜见取经人 三个女儿都生得很端章 大方 一排站在厅中间 向着三藏几个行礼 三藏合掌低头 孙悟空就双眼望着屋顶 不理不睬 沙和尚 顶转身对着墓墙 就是那个朱八戒 眼都不眨 眼睛睛望着那三个女子 他还静静地走到妇人身边 小声说 娘呀 娘呀 真是有劳仙女下凡 哎呀 请了些姐姐出来 的三个女子就转入屏风 完全不见了 寻非一对红色的沙灯笼 那主人又说 四位长老 你们哪位许配我小女呢 咦咦咦咦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那姓朱那个你女婿呢 那个朱八戒呢 还在叫妆模作样 推推躺躺 喂喂喂兄弟 不要软发我 慢慢商量一下 还商量什么 刚才在后门说什么 都听到了 量啊量啊 都不知道叫了多少声 还说大家商量一下 好了好了 师傅你做男亲家 夫人做女亲家 老孙做宝 沙和尚做媒人 不用看通诗的了 今天天恩尚吉日 来来来 你来拜师傅 拜完你进去做女婿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不要吧 傻子 你不是游游疑疑 对着外母 都不知道叫了多少声 娘啊娘啊娘 现在还说怎么办 怎么办 快点答应 拜热我们喝一杯起酒 于是那个孙悟空 一手秤如朱八戒 一手就拖着个妇人 来来来来来 哎呀 亲家母 你带你女婿进去 那个傻子 真的有点害羞 在那里扭身扭细 另头另计 那个妇人呢 就叫丫鬟 摆好台椅 安排好晚宅 请三藏几个入席 她就真的拖着 朱八戒入里面 一层层都不知道 多少房舍 那个朱八戒 就跟着后面走 哈哈 不是踢着门铲 就是转弯撞着牆壁 她在后面大声叫 娘啊娘啊 你走慢点多 我我不会路啊 你们带着我才行啊 哦 这些都是谷仓库房来的 都没有拿到厨房来 入到里面啊 还有牌啊 哇 什么什么 你这么大家人家啊 嘿嘿嘿 于是转弯抹角 转来转去 走了好久才入到内堂房屋 那个妇人就说 女婿呀 你师兄说今天是吉日 故事就接你入来 哎呀 只是太仓促了 什么都没准备好 哦 就这样啊 二马为 娘啊 你坐在中间等我拜几下 那这样就算了拜堂 又当是借亲 一举两得 省了很多东西 啊 你这个女婿呀 真是知省色剑啊 好好 我坐在那里受你一拜了 那个朱发家就翻天起地 真是扣头礼拜 拜完外母大人了 他就问 娘啊 那你将哪个姐姐配给我 哎呀 这件事我真是有点疑难了 我想将个大女嫁给你 又怕二女怪我 想将第二女嫁给你 又怕个三女有意见 如果将三女配给你 又怕个大女不肯 哎呀 故事就有点犹豫了 哦 那就二话为了 娘啊 那你又不用为难的 那你将三案一起嫁给我 那我就可以了 哎呀 又免得你们的姐妹不和 又乱了你家法 哎呀 那不行的 不行的 啊 不如这样吧 用撞天婚来解决 啊 嗯 什么叫撞天婚啊 那 我用条手巾 包住你的头 遮住你的双眼 我三个女就在你面前走过 你伸手捉着哪个 就将哪个女配给你 我傻佬一想 黄祖都是三个女便 选一个而已 就一口答应 啊 好啊 好啊 他就接过外母 交给她的手巾 盖在头上 遮住双眼 娘啊 你快点请姐姐们出来 啊 哦 珍珍 爱爱 年年 你们都出来 撞天婚啊 只听了叮叮当当 还配响亮 旁边一阵阵香风 那傻佬就知道有女子在前边走过了 他就伸手去捉 两边乱那么扑 左右乱那么捉 一个都捉不到 总是觉得前边有很多人走来走去 就是捉不到 你看他 向东边扑就撞到条柱 向西边捉就撞到屏风 行前踩着门铲 跌到靠 退后就撞正墙壁 撞到腰骨痛 撞到头温眼花一扑一绿 臉青嘴唇肿 脚炎要骨酸 坐在地下说 吐大气 哎呀 娘啊 你那些女儿 真是本事精力 我捉半天 都没捉到一个 怎么办 那不如这样吧 我三个女儿都很好手工的 她每人都做了一件 珍珠相感的衣服 你试着一下 谁做了一件合你穿 那你就娶谁 好啊 三件都拿来给我 如果我三件都合你穿 那三个都嫁给我 我妇人就入屋 拿了一件出来 不用穿那么多了 穿一件就够了 那个傻佬 立刻脱了一件布衣 将外母帝过来的衣服 套上身 都没绑带 整个扑在地上 原来那件 哪里是什么 珍珠相感的衣服 是几条手指弓 那么粗的大麻绳 将朱八戒 绑到实 哎呀 呼气都呼不到 痛到入心 而以下以下就在着喊 再说唐三藏宣 吾空 沙和尚三个 一觉睡醒 不过已经东方发白 睁大眼一看 便是有什么高楼大厦 亭台楼角 一个个都是睡在重泊林中 吓到唐三藏一味在着喊 吾空 吾空 沙和尚大声说 哎呀 师傅 撞鬼呀 撞鬼呀 孙悟空心中明白 只是不便说穿 他微微笑地问 什么事呀 什么事呀 师傅 徒弟呀 你看看我们躺在哪里 啊 哦 一重泊树下 好客风凉水冷呀 哎呀 就不知道那个傻佬在哪里受罪 哪个受罪呀 师傅 昨日那家娘娘女子 都不知道是哪里的菩萨来的 在那化身来等我们的 难就难为那个诸八戒 那些受罪呀 唐三重一听就合掌礼拜 只见那边古柏树上 飘飘荡荡吹了一张简帖 沙和尚就拿给师傅看 上面写着几句 黎山老母不思凡 南海菩萨请下山 普言文殊佳是客 化成美女在临间 成真有德还无俗 八戒无禅更有凡 从此静心需改过 若生怠慢路逃难 掌老行者沙和尚 正在读着 只听见物临深处 有人在大声叫救命 师傅 救命啊 救命啊 呼不住气了 绑死了绑死了 师傅救命啊 救一次我 我下次不敢了 不敢了 唐三重就问 吴空啊 那边叫救命那个 是不是不能啊 不是他还有谁啊 不要管他那么多 我们走吧 吴空 那个傻人虽然是心性如幻 只仅是为人岸直 又有一身力气 担行你都靠他 还要念在当日菩萨吩咐 吴空啊 你仅是进去救出来吧 让他跟随我们去西天取经 他以后不敢了 于是他们三个进到树林里面 只见那个傻人被麻省 绑到实吊在树上 上不到天下不到地 在着声声叫苦 痛楚难当 孙吴空走上前两步 怎样怎样 哎呀 好女婿 好女婿 这么晚都不出来 拜祭亲朋戚友 又不来向师父报起 哎呀 你外母呢 老婆呢 去哪里 哎呀 你这个新女婿又是 一树房花竹 你为什么不在龟房里面坐 一早就走出来吊吊吊吊 在着打千秋啊 那个傻人被他说到面红耳热 咬着牙关 忍着痛 一句声都不敢出 沙和尚见到这样 于心不忍 就上前解脱成索救了他 那个朱八戒就对着师父 和吴空沙和尚一刻 被叩头搭借 心中羞愧难言 孙吴空就将简贴帝给他看 八戒看完就更加惭愧 沙和尚在旁边笑 喂二哥 你真是这么有福气 得到四个菩萨 你和你成亲 哎呀 兄弟 不要遞了 不要遞了 丑死人了 丑今以后 我再不敢了 我再不敢了 就算走得脚不断 担到肩膀起枕 我都跟随师父去西天 我以后不敢了 唐三藏见他这么说 就十分欢喜 好好好 改过就好了 于是 师徒四个 就继续起行